谢谢吴老师写的歌 这首歌其实我相信是很多 在外面还不认识神的人 如果基督徒都会有这样子的挣扎 按一下看他们的挣扎是不想的 所以最后吴老师说 求主点照我的灯 为主放光是很重要的 基督徒要为主放光 因为他们会觉得明天真的没有更好 没有盼望 如果有爱怎么会这么孤单 他们正在寻找万事盘行 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当中 我们已经得着了这样的万事的盘石 得着永恒的福分 可以到这当中不断的传扬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 今天我试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还是在祭坛上面 昨天是国家祭坛 我知道智人和智成他们都有去 我相信这些祭坛的设立 是因着一群人在当中 他们不断的委身在神的 这些呼召里面 国度的理念 但我们这一群人好像觉得 离国家祭坛有一段距离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还是不断的想要 帮助大家更多的靠近祭坛 那其实我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自己也在操练这个 祭坛的功课 就是有观读经 然后祷告 然后继续写灵修日志 我每天继续这样做 可是我知道我们都会有惰性 然后我也发现 渐渐我也开始发现 其实好像祭坛 不单单只是这样 我今天试着想要 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的一些些的学习 我觉得那个祭坛 正像今天胡老师所说的 怎样点灶 那个灯很重要 所以那个点灶的灶 好像不单单只是读经 祷告而已 当然这是一个基本功 可是我发现我们怎么样 会持续有那个火 持续不断的放光 原来是需要有一个方向 可以走向那个地方 去的一个方向 否则我们 会不断的读经祷告 可是我们却发现 我们还是不断的在软弱的里面 或者七七复复 我们的祭坛还是会七七复复 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各位 一起来分享 是我稍微还在学习 跟体会的一点点的功课 不表示我已经学好了 只是我觉得在这些过程 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的一点点的学习跟体会 我们一起打开 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 这一段经文 应该是各位很熟悉的 是以赛亚蒙昭奉差遣的一段经文 八节而已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八节而已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 好 一起来 当乌西亚王宫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装成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福斯里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盛哉盛哉盛哉 盛哉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权力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雨 那时我说 货灾我灭亡了 因我是不及了住前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及的民中 又因我也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又因撒拉福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毯 是用火箭从堂上取下来的 一样看沾了我的口 说看啊 这看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采遣谁呢 谁可能为我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请你采遣我 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再次的帮我们 这次带到你面前 主要求你用这段经文 来指教我们 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真的可以不断的 被你自己的火点燃 也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光 可以不断的照亮在人前 作为阳光里 愿使你继续来指教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你 好 好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思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 先知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到殿里面 当你发现这段经文里面 他是看到说 在殿上面有一个宝座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坛在那边 什么时候到殿里面去祷告 乌西亚王 封的那年 有没有 好 我跟各位谈的是 也许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先来谈谈这一段 你会发现 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犹大国里面 他是一个很重要 他在位52年左右 他是一个好王 敬畏神 当然你也知道 他在晚年的时候 因为太成功了 所以心高气傲要进去店里面 做祭司传作的工作 所以他就长了大麻疯 可是在这个王 终究 圣经给他的评价是 好的王 这么好的王 不是 对一个国家来讲 当然会产生一些 动荡不安的局面 然后新的王要即位 他的儿子约坦即位的时候 年纪也不过才25岁而已 这个好王到底怎么样 这个王到底怎么样 新王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也不太能期待他做什么东西吧 暂时看他维持现况 就不错 换句话讲 这一个人 这位先知以赛亚 他进到店里面祷告的时候 是在一个王 新旧交替的王 转接的过程里面 同时你都注意看在那个年代里面 北国 差不多是因着亚述的列强的侵略 20年后他就没有了 换句话讲 你知道在北国的光景 是非常糟糕的 南国也没好到哪边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亚述的外侵 外围的这些侵入 内部有内部的困难跟挑战 这时候有一个人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你觉得他会祷告什么 你会祷告什么 或许我们在经文里面没有看见 以赛亚祷告什么 只是他到店里面去了 通常修约的人到店里面 除了献祭 除了赎罪 另外一个面向当然是祷告 我们不晓得他为自己祷告 还是为什么祷告 但是如果你是以赛亚 你会怎么祷告 如果你是以赛亚 你会怎么祷告 你会只为自己祷告吗 还是为自己的产业祷告呢 还是你会想要为国家祷告呢 为新的王祷告呢 还是为北国祷告呢 为你的肢体同胞祷告 你会祷告吗 所以我们来到店里面 其实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的事情祷告 要开始看见不一样的需要 虽然我们真的不知道 以赛亚在里面祷告什么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他看见的 先知先看见了 他看见宝座 但问题是不是乌西亚坐在宝座上 通常王子坐在宝座上 也不是新王那个约坦要坐在宝座上 他看见谁坐在宝座上 主 他看见坐在宝座上是主 是上帝 坐在宝座上 各位 这有给我们什么启示啊 各位 这给我们什么启示 或许在我们人的眼光 我们会看在地上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视上地上的事情 来祷告 可是 神帮助 让以赛亚看见的是宝座上面 在更高的 在人间的上面 还有一个更高的宝座 各位 人类的历史 我在政党的手上 我在王朝的手上 我在政治领袖上 人类的历史是在上帝的手中 他把他眼目抬高上去 各位 所以你们都是被呼召出来的 我们知道我们下个礼拜要选举 对不对 各位 你可以按着神给你的感动 给你的负担去托给神 但是都不要忘记了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 还是在神的手中 教会不要因为托谁托谁 就搞得这样子 我们就只看在地上的这些事情上面 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其实神都希望 因为在信念里面 我们都是与神同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高度应该是在什么 高地我们在看的 虽然我们的立场会不同 我们喜好会不同 可是别忘了 当我们投下去那个票之后 成就的事情是在神的手上 人在神的手上 接下来的责任是 我要为这个被选举出来的人 继续守望和祷告 求神去透过他带下祝福 或者透过他让他知道悔改 或者怎么样 我们开始为他祷告 其实这阵子有一个带导者 发信息给我说 他也很挣扎 在这些投票的过程当中 后来他的决定 他不单单为他心中想要的那个人祷告 他也要为另外一个他觉得不太想要的那个祷告 他开始为他祷告 他说这两个我都要祷告 我不是只单为我那个想要的祷告 我要为这个祷告 不管神从当中兴起谁 总之就是要为他们祷告 所以他开始试着去调整他的心境 各位基督徒 我们也需要开始有这种 不一样的祷告的策略跟模式 抬到上面去看神在当中工作 其实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次的选举的时候都会造成很多的 教会里面的立场不同 或者各方面每个人顺据的 不同 下个礼拜来大家有点快乐有点点臭臭了这样子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继续在当中 来守望 继续在当中 其实因为 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 撒旦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这样 一家一国自相分争 那家那一国就站立不住 对吧 教会也是行人家 他也会用这种方式 这样子站立不住 一个国家也是啊 他让台湾 他就这样子分啊 一国自相分争 你就站立不住 他用这种策略就 带换你这个地区 捆帮你这个地区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还玩这种游戏 那很奇怪啊 我们的角度要更高一点 所以为什么国家祭坛在这当中 他祷告的是 那个台湾要进到神的心意里面 神的命令里面的那个祷告 换句话讲 不管今天谁上来 我们都要往神的方向走 这个是好的 感谢神 这不好的 我们求神悔改 让我们有机会继续靠近 到神的心意里面去 走向祭坛就是这样 不断的在这个当中 把我们靠近神 而不是靠近过我们的想要 可以了解这意思吗 如果祭坛只是靠近我的想要 那蛮奇怪的 那你每个人想要的不同吗 可是我觉得在祭坛里面 是靠近神的想要 走向祭坛里面 是开始靠近神的想要里面 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 而是很多时候 我们也要开始明白神的心 那你会发现天上的宝座 还表示着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在地上的事件的发生 已经在天上的宝座发出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启示这个我们都读过了 对吧 印7号7号 当天上的号一吹 地上就发生事件 有没有 一个印打开 地上就发生一件事情 一个印打开 地上发生事情 有没有 天上开始发生事情 地上就震动 也许你们没有看到一篇的一些消息 一些代道者 也许大家会读起来觉得 天方夜谭 可是有些人真的 当他们在说 美国之前的勾包 跟另外一个选举的时候 其实有些 已经被抬到天上去看见 一个 meeting 已经决定了 谁会当选 他们很早就发出预言 谁会当选 只是当时候大家不相信 也不觉得他们 那个有什么好相性 可是有些人 在道报里面 他们只要天上 已经定义了一个人要上来 所以那个人不好 也不见得多好 但是 天上决定的事情 地上就发生了 各位我真的要说 所以地上会发生事情 是因为天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我们跟神是坐在天上的 不要忘记的 但是撒旦就是要骗你 让你离开你的位子 就像撒族所讲 我们就离开那个位子 有没有 那撒旦就坐上去 就开始骗你 气候你 压制你 让你一直看到你自己的问题 让你相信那个人很烂 那个人对你不好 然后你开始痛苦 可是当你回到天上去坐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各位 所以你要解决地上的问题 地上的事情要到天上来 跟隔壁也讲 要解决地上的事情要到天上来 要解决地上的事情要到天上来 对 要到天上去 各位 怎么到天上去 在祷告的里面 如果你的家庭有需要 你的职场有需要 你要到天上来 你不是只在地上这样子 跟他奋斗 然后用你的血气跟他争战 没有啊 上帝给我们争战的武器是好的 属于争战 你是可以到更高的层次里面来的 你不是对付他 你是对付后面那些权势 因为你是光明之子 他本来就想要压制你 他本来就想要偷窃毁坏 那单一群已经在那个里面了 他们被压制 他们习惯这种模式 可是你已经知道这个过程 结果你还被他调动过去 用他的方式 可是神给你更棒的武器 更棒的兵器 更高的事业 更有大 更好的权柄在你手上 你却不需要 你懂我意思吗 各位 所以天上的宝座 公安第一节 看到天上的宝座 其实我真的要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人再偉大 你大不过上帝 再有办法就不过上帝 要到上帝念前才有盼望 就有盼望 所以 台湾的盼望不是在于哪个政党 也不在于某个候选人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他们被神兴起 我们也祝福 我们也希望透过他们 带下美好的见证 作为祝福台湾的百姓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还是要看见 最好 我们的盼望在神 而神要做的工作 可能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 可能有些时候 在我们一生的当中 我们只能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 一个小范围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参与 我们要不要感谢神啊 不要 神也不用参与在这个当中 所以你们发现 当他看见天上的宝座的时候 接下来 他就听见 当然他也看见撒拉夫天使 用两只翅膀遮脚 两只翅膀遮离 然后两只翅膀飞翔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这些自奉的天使们 在叫什么 圣灾圣灾圣灾 他听见了一个圣洁的呼喊 各位 这个声音连圣殿殿的门槛都被震动 这是一个声音充满了极大欢喜 这种话就要讲 你会发现 在天上还是在圣灾圣灾圣灾 跟你地上的光景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耶 圣灾圣灾圣灾 万君之业啊 他的荣光充满什么 全力耶 你地上的光景非常不好 对不对 以赛亚的光景 无形容崩的那年 不见的是好光景 地上的光景不见得很好 可是在天上 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他的荣光充满什么 雪地 你从天上看跟从地下看是不一样 之前我讲过嘛 飞机嘛 你从飞机 你在地下往上看可能乌云密布 对不对 可是你穿过乌云 上面看下来 上面的阳光图照 是白云蕾蕾蕾 所以也许从上上看下来 他就看到 神的荣光充满全力 可是也许我们从下面看上去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觉得这个环境非常的糟糕 然后我们就失去盼望 或者我们就开始有陷入很多的 沮丧批评竞争 比较各方面 各位可是我要说的 听见不一样的喊声 听见不一样的赞美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开始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如果我们听的声音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蛮危险的 我们要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在教会的里面 在祝福的里面 宋战神的里面 听见 然后我们更多的在当中 一起用祷告来托住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撒纳福 其实在圣经里面 我去查 只有以赛亚书出现 撒纳福这一个天使的名称 那其实你如果说 你去看以西节跟奇事录我也讲 奇事录是讲到四火物 它也有六个 它也有三对翅膀 你就去看 奇事录它也有四火物也有三对翅膀 以西节书里面也看到了三对 也有看到这样子的四火物 也是这样子 它们的呼喊声音都很像 而且都是在宝座的思维 但是只有在以赛亚 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叫撒拉夫 撒拉夫这个字 在原来的西伯南文里 它本身就是一个燃烧 它其实是有一个传热者 燥热者 所以有些书籍叫做治天使 有没有听过这种 火热那个字 治天使 这种天使好像在火焰里面一样的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 你应该是越怎么样 越火热的 因为神是烈火 圣洁的烈火一样 所以这群天使在火的里面 所以基督徒是有火的一群人 你懂我意思吗 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头应该有一些火会出来的 你要点着那个灯 要有火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个火 祭坛上面的火不可以熄灭 那个火从哪里来 靠我们这几天会熄的 你必须在神的里面 不断的去靠近那个火 这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靠近某些人 因为他生命里头有火 如果我们没有火的时候 你会想要靠近一群有火的人 对不对 对啊 但如果我们是一群有火的人 外面的人他会想要靠近你的 他知道在你生命当中 有不一样的力量 有不一样的喜乐泉源 有不一样的供应 是使他们不知道的 你里头的火会跑出来的 各位 圣洁的颂诞出自一群有火的人 天使 所以当我们里面有火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手带出来的会不一样 所以鼓励各位 当我们其实在这个信息里面 我要不断的强调是 当你越靠近宝座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的眼光会被看到 然后你的生命会开始火热 同时你会发现 接下来你会发现 也因着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有一个炼金的过程开始 因为你开始靠近到神面前 各位我们靠近神的面前 我们都以为我们要东西 要了就走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靠近神的面前 可能在你还没开始要之前 就开始炼金工作了 他说因为我住在嘴唇不解的人当中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嘴唇不解 然后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当中 各位旧约里面 即使要侍奉上帝之前 要先洗澡沐浴更衣穿上祭司的礼服 然后要献赎罪祭 都是要把自己弄洁净 弄圣洁了之后才能进到圣所 甚至至圣所里面对吧 当我们在新约里面 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这些就是我们披上的是耶稣的公义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要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只要我们越靠近神 越靠近他的宝座 越靠近神的心意 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这个炼净的过程 一定会发生 也许以撒亚在他还没进到圣殿 在靠近宝座之前 还没看到撒拉府的敬拜之前 他觉得他已经OK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已经献完赎罪祭了 对不对 所以他来到殿里面去了 祷告 怎么知道看到宝座的时候 又发现自己是嘴唇不截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你会发现 你会不断的被炼净 当你越靠近宝座的时候 生命会不断的被炼净 不是炼净别人 是炼净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 炼净的过程 先是先看见自己的污秽 各位 自己嘴唇不截 各位 看见自己的问题 当你到祭坛的时候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看见的是自己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我再讲一遍 你会看见的是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我这一阵子 常常在神的面前 被对付的就是 你为什么觉得 那个人常常让你不舒服 那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爱他 我也很爱 神告诉我 那个是他所爱的 他把它摆在我生命当中 那跟我一起在一起 应该是很美好 那为什么我常常觉得不舒服 那是我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也许有一些是他的问题 神从来没有告诉我 那他是什么问题 但神都问我说 那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这个人 神在炼进我里面的东西 神让我开始学习说 我要怎么样去处理我自己里面的 那个不洁的部分 昨天佳燕也分享了 我觉得很棒的一点 就是 那个圣玛利亚妇人 她生命里头有黑暗 耶稣去找她 有没有 耶稣去碰出生命有黑暗的人 为什么 因为神应该帮助我们带来自由 耶稣没有去管那五个人 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 耶稣管的是 你有五个人 你有五个先生 但都不是你的 他的黑暗被处理完 他就自由了 神来接触我们的时候 往往不会去处理说 是那个人不对 他问的是 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在哪里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 开始更多的学习 哎呀 原来是我生命里头 有很多的东西 需要被神去处理它 练进它 所以我就能够 越来越爱 这个教会 我也越来越爱 神摆在我旁边的 这一群人 我才可以 不然你们都觉得 你们跟我相处 你觉得我很好相处吗 要不好相处 对不对 反过来讲 我也会觉得 你们也不好跟我相处 我们都那么有性格的人 对不对 真的 可是我真的跟大家讲 我真的会发现 我现在都跟你讲 我有很棒的同工 我有很棒的执事团队 他们都很稀奇 可是我真的跟你讲 就是这样子 我不断宣告好的 而且我讲出正面的东西 我开始欣赏 他们跟我很不一样 我欣赏他们跟我不一样 到一个程度 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才这么需要他们 不是他们来让我受苦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到祭坛面前 只是在处理 只是在觉得说 我们在处理我自己的需要 我自己的想要 让我不舒服 让你去让我怎么样 到最后 其实我们的生命 都没有太 我们还是去守能前的 生命的改变 这是很奇怪的 在祭坛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生命会被改变 那你会发现 下面告诉我们 是撒拉夫飞到我跟前 飞到笛赛亚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但是从坛上面 你就去看 这边有个坛 所以在神的面前 是有个坛的 祭坛在那个地方 是有个坛的 我们当然在祭坛面前 是可以遇到神的 但是那个坛上面 拿着火炭 沾你的嘴 各位 你有没有烫过 有没有 用烫 拿一个烫你的手 就好了 会不会痛啊 会 沾你的嘴 除掉你的嘴 你会怎么样 痛不痛 那不舒服的 我不晓得这过程 他没有还好 可能他不觉得痛 但是我知道 在这过程当中 要被处理这个东西 都不容易的 你要被处理 告诉有人 但是我觉得 别人告诉我们 都听不进去 除非你自己到祭坛 神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骄傲 这就是你的自我 否则你不会承认你有这个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都会觉得 那是他 你跟我讲 你很自我 那倒是你很自我 我们都马上就赌回去 你懂吗 我们听不进去 别人告诉我们 你要改变 你哪边不好 唯独我们来到祭坛的时候 我觉神说话 我们生命才有可能 被连进来 当然 如果我们更谦卑一点 别人告诉我们 我们愿意去调整 但是我们开始学习 在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 这个人很深刻 这个人来 是为了帮助我的生命 我愿意去听见这个生命 然后我去改变 但是我必须承认 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上就会学习这个过程 我们总会觉得 那是你的问题 我OK I'm OK You're not OK 是你不OK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我你也不OK 但是怎么时候你会改变 在祭坛里面 走向祭坛的过程 然后 开始被改变 你会发现 那先知 这位先知 要被 出来侍奉 出来开始 服侍的时候 先被炼金 都要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都要先被自己处理过 而神兴起很多的环境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 有更多的被炼金 我们里面的野心 我里面的想要 我里面的这些 更多的被炼金 我跟师母很不一样 通过祂 我也被炼很多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 真的 这是好的 我跟文昌哥也很不一样 跟志诚也很不一样 那我感谢神 把祂放在我生命当中 他们的不一样 让我可以更宽容 而且让我觉得 有他们很好 如果他们都跟我一样 我都只想跟我同志的人 我就不会发现 我自己有多糟糕 我都会觉得 我们拥抱在一起就很好 然后我都很像 你爱的我也爱 你讲话的方式 也是我讲话的方式 你做事的方式 也是我做事的方式 那真的是太好了 可是我跟你讲 在教会就不是这样子 你问如心姐就知道 我们如心姐 个性好脾气也好 讲话不问如意 她这次来到教会 开始跟其他的机构 都是基督徒喔 她会骂人 她会不高兴 她会挂点好 不是说她不好 我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我们做事的方式 我们想法 我们什么都不一样 都会磨得 磨得蛮厉害的 对 佩脸 问佩脸 你知道 都会 自成可能也很了解 或者不好 所以没办法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感谢神 聖诞天经 但是很多时候 必须到祭坛的时候 我们才会开始承认 那是我的问题 然后如果改不了 拿火箭来贴我的片 贴我哪里 贴我哪里 帮助我 懂我意思吗 以赛亚后来也会发现 她又在听见一件事情 当这件事情做完了 以赛亚又听见 主这个时候才说 我可以拆遣谁 谁肯为我去 你会发现 在那过程当中 先知先看见的是 有一个人掌着王权 各位 如果我们在教会 或者你们将来 在职场里面服侍 如果我们不晓得 谁在掌王权 谁有权柄 还有我们自己的地位跟权柄 我们还真的很难去 带出影响力 我们会只想到 做一个相应的人 不要让人家讨厌我们就好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 让人家讨厌我们 不用刻意让人家讨厌基督徒 可是我们需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见谁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 然后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被神 更新跟炼金 一句人家真的知道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的行事原则 法则和他们不一样 可是我们又带着喜乐 我们也爱他们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更会刺激你 更会挑动你 让你不舒服 他就是故意要跟你做对 我真的不骗你 你在职场一定都遇到重人 他就让你很讨厌 让你真的跟他很难同工下去 可是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必须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生命出来 然后他才说我在这里请猜浅 这句话还不好讲 你们都会觉得我在这里请猜浅制的 请猜浅制成去引力 如果不想去那些很复杂很难的地方 那请猜浅那个人去吧 我在这里就很好啊 可是各位你若被猜浅出去 神就是找你 当你在祭坛的时候 神一定会猜浅你去到一个地方 神要让你放光的地方 所以你不是来教会放光的人 你会在某个地方放光 可是呢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也会经历一些过程 就是在这个练进的过程 然后你又不断的回应了神 请猜浅 请猜浅 所以我后来一直在自己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 谁整理的过程 我们先念一下 天上和地上很少 因为人的成就 多大的失业而被纪念 更不会因为你有多少财富而受感动 而是一个走向祭坛 一个回应上的呼召人 会被感动 真的 王总青赚了那么多 失业体很大 也大概只有那个世代人的经验 真的 可是我觉得在天上的经验更重要 在人的生命当中 影响力的那个更重要 各位 我觉得祭坛的时候 我在后来发现 我自己学习 因为我自己常常觉得 在祭坛上面 我蛮软弱的 而且我常常有时候 我没办法守住祭坛 我自己发现 祭坛不单单只是读经 如果我只有读经 我只有祷告 我还真的会只是 养成习惯 可是我开始 开始有点体会 祭坛的层级 可以在更高一点的时候 是我觉得 我开始学习 开始仰望神 不看环境 我开始聆听神 然后生命被炼净 我开始回应神 不断的尾声 所以不单单是 敬拜读经 祷告 原来祭坛 会关乎到 你个人生命当中的命令 你有想过吗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祭坛跟你的命令 是有关系的 所以祭坛真的不是只有 敬拜读经 祷告而有 祭坛一定会带你到一个地方 那是神要使用你 要呼召你 你会走到一个命令 这命令不是说 你要做传道人 而你本来就是传道人 你只是在别地方做传道人 不是在教会而已 每一个被呼召出来 都是传道人 这是我先前说过的 祭坛会带你到一个程度去 是你开始原来了解说 那是我的 要附上 你会发现 以赛亚也是在这个时候 走向他 你生命当中的命令 神告诉他说 你后面讲的话 都没有人要听你的啦 你还要做吗 以赛亚还是做的 对吧 那就是神给他的呼召 神说呼召你出来 但是你告诉他们 他们不会悔改 他们心也不会悔改 但是你要不要讲 你要讲 就是上帝给你的 神给你的呼召 给你的命令 你就必须要讲 所以我后来自己整理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 我开始觉得有点体会 祭坛原来 他会给你一个热情 或者说异象 那个环境是 你会不看环境 你会仰望神 不看环境 这个地方你会不断的 带出 这就是我的渴望 我有在问说 神啊 那我的渴望是什么 我的热情在哪里 其实我的热情是 当我传扬神的话语 当我开始宣讲神的一些话语 我里面充满热情 然后渴望看见人 在神的话语当中 生命被更新 因为神的话本来 你会发现耶利米 神对耶利米说 我拆你出去 你要拔除 你要拆毁 你要栽种 有没有 用什么拔除 用什么栽种 用神的话 拆毁 用神的话栽种 我觉得神也给我这样子 我觉得我就是不断的 传神的话语 然后我不断的在当中 教导 然后我希望建造好的东西 在个人的生命当中 这是我的热情 我的意向 然后我希望每个人 能够在这个里面成功 被神大难地使用 这是我的喜乐 所以我不一定要每一件事情 我都一定要很厉害 不需要 其实我越不厉害 越厉害越好 我觉得某个面向来讲 我开始懂得 稍微 稍稍懂得一点点 维护的感觉 你的儿子比你厉害 你会很不高兴吗 不会吗 对不对 你希望他比你好 对不对 对啊 怎么会我们觉得 我们会有比牧师强 然后牧师会很难过 有个童工非常厉害 然后我就很难过 会这样子吗 不会啊 将来有人讲到比我好 感谢赞美主 不是吗 当你们带敬拜 非常有恩高 感谢赞美主啊 我渴望看见这样的人心情 我开始体会这样的感觉 开始体会 那个安全感 神给我的生命 神给我的护照 假设之虎 牧养八十个人 如果这八十个人 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兴起 我的喜乐也很大 你会看见一个热情 你会看见一个印象 你会看见渴望教会健康 你会看见教会成一个全民之地 你会看见教会能够有影响 你们生命有影响力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 也会有品格跟恩赐 那是聆听神 生命念进的过程 你怎么样能够 除了有意向有热情 你还需要有品格恩赐啊 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像相辅相成 而神会在这过程当中 帮助我们 练进我们生命里头的品格 同时我们也不断的朝礼恩赐 真的啊 我个人相信 这些东西神都会预备好 但是神特别是品格的部分 恩赐的部分 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 不是我们多厉害 真的是神使用我们 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但是神也会练进我们 然后你会发现 另外一个圈圈是 需要 很多人好像 我之前也许有些人 有听过呼召跟异乡 就好像把它改办 可是我后来发现 呼召跟异乡 不一定要坎白在一起 不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我把它拆开了 我反而更清楚 因为我觉得 呼召跟需要是绑在一起 你生命当中看见了一些地方有需要 神会呼召你去到那个地方服侍 用你的恩赐 用你的热情去服侍那个地方 但是我要说的是 所以有些地方 当这个需要不在的时候 你的责任也结束了 你可以再去看见另外一个地方的需要 也许神 所以这些需要 神可以调整 我们两个人看见一些需要 所以我来问的是 你们看见了什么样的需要 神给你什么样的呼召 那个信用是你呼召 要帮你的热情 帮你的恩赐 帮你的品格 把神给你的那个生命 放进去的地方 而我要说 这三个集合在一起的地方 中心点才叫做祭坛 所以祭坛真的不只是读经祷告 我后来发现 如果我只是读经祷告 我很快就冷淡下来 而且我撑不下去 一直我自己开始体会的是 当我开始发现 靠近祭坛里面 我会有一个热情 然后我里面生命不断的被烈情 然后我开始 也站在一个需要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开始知道 因为我知道 不是靠我自己 能够带来什么改变 这个需要这么大 所以你会开始靠近祭坛 你一定只能靠近祭坛 告诉 向神赐取能力 向神赐取功力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祭坛里面的祷告 就不会只是在 专注在自己而已 你的祭坛会开始更多的是 在你的生命里头的 这些面向的里面 而这个东西 会让我们不断的 不断的靠近那个祭坛 我只能说 这是我慢慢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不敢说我都完全会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走向祭坛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这些面向帮助我们 祭坛不只是每一天的那个过程 而是我们回应神呼召的那个过程 生命被炼近的那个过程 然后调望你生命热情的那个过程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冷冷不冷不热的那一种 一样会有个热情 然后你的生命会在这个祭坛的过程当中被炼近 最后神给你的呼召 神给你的看见 神给你的需要 你会去满足那个需要的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对吧 有些人看见的是儿童的需要 有些人看见的是青少年的需要 有些人看见的是敬拜赞美的需要 有些人看见的是传福音的需要 有些人看见的是门训的需要 圣经教导的需要 每个地方都有好多的需要 有些人看见弱势的需要 有些人看见是单亲收报的少年家里 好多的需要在当中 可是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 在祭坛的时候 我们靠近祭坛走向祭坛的时候 你就找到你的命令 然后你就在当中被神醒醒 然后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就开始放光 你的灯就被点燃 不然你就是每天 就只是工作 然后来教会跟我教材一下 可是我不用你来跟我教材 那上去教材就好 各位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生命 如果真的能够找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基本功开始 基坛 我也是在基坛 基本功里面 慢慢亮亮腔腔的学这些东西 我不是现在也还没到这样 我觉得我离那个真正 真正的那个还有一段距离 以后每次跟这些中正区 领导会的莫德在一起 我会觉得他们 他们能够 就会让你觉得真的无敌 他们 他们 我们说一天要读十章 对不对 他们的一些莫者是自我要求说 那是给一般人 每一个人需要每一天十章 我们这群莫者 代表者要二十章 我跟你讲 我连十章都追得很辛苦 我甚至没在追 后来又给半放弃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基本功 基本功 不表示那不重要 而是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我只有在靠近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些东西开始慢慢的让我学习 所以你会发现需要跟呼召 你会回应神 你会不断的尾身 不断的尾身 那个需要还是在 也许你会很不舒服 也许你会当中很痛苦很辛苦 可是你会因着神给你的这个祭坛和这些东西 你会不断的在尾身 这也是先知 旧约里面的这些耶里米 伊赛 他们服侍的环境这么辛苦 他还是不断的怎么样 尾身在那个里面 他的热情还是继续传讲神的话 他们身边继续对神更新变迹 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觉得走向祭坛 祭坛还是我觉得不断的要鼓励大家继续留意 我们还是学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你开始就近神就好 我觉得神一定会教一些功课 甚至一定会开始对你生命当中 做奇妙的工作 你生命里头有些过不去的东西 你会越来越容易过去 以往我会因为一些事情 越来越难过去 以前师母跟我讲的一些事情 我就跳脚 可是我现在就越来越知道 不用那么坏的反应 我也不需要那么容易生气 我也不要那么容易被冒犯 我开始欣赏跟我很不一样的人 这是我开始学习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起来 一起走向祭坛 上个礼拜我让你们带回去的 这个部分 这一个 孕育新生命 这个礼拜我也开始自己使用 我就写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写在我这上面 我发现当我写下去 我开始祷告的时候 这四个名字自己会浮现出来 自己会浮现出来 就开始祷告 你就会想到 我除了为教会祷告 这四个人我特别要为他们祷告一下 真的 因为你写下来 你就有概念 你就有心 你就有印象 真的这个名字会跑出来 各位 我不想你开始写下去了没有 试着写下去 然后回到你的祭坛 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 把眼光开始放到别人 看到需要上面 看到更多的不是 不是看到别人的问题 而是看到别人的需要 看到自己的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一起 在祭坛当中 看见神的作为 小崇摩 个人 然后教会 社区 到国家祭坛 台湾很不一样 你们一定自己都觉得 我不晓得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一直觉得 这后半年来 教会的氛围又开始不一样 敬拜和宝宝的氛围也不太一样 你不想你有没有感觉 今天早上的敬拜也很不一样 不是吗 我还是会觉得真的有不一样 而我觉得这种氛围的不一样 某个面向来讲 表示我们稍微推开了一些 压制在我们周围 我相信也某个面向表示 广一点中正区也是一样 又推开一些东西出去了 当我们中正区联导或者是一起办一些 德尼斯莫斯特会说 我们相信我们又推开了一些东西 同时你要相信在国家祭坛 在这次的里面 我们有推开一些东西了 所以你会开始感觉到 不一样 敬拜不一样 道道不一样 会有一种轻省 会有一种满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轻省 或者一种享受 或者是一种欢喜 或者喜乐平安 我觉得这就是神告诉我们 祂在回应我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只要一起 我们相信神更会做奇难的工作 谢谢大家